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欢迎县政府在今天上午举行了3月份的升旗典礼 由县长许正卫亲自主持,副县长严新章,秘书长饶中 以及县政府的各局处首长同仁们也都到场出席 除了是表扬县政府在去年12月到2月份业务达人、圆梦团队之外 县政府下个月也即将主办111年全中运在花莲 群里同仁是特别换上了全中运运动餐以及宣传口罩 来邀请全国的乡亲和选手们历临美丽的花莲 欢迎县政府3月份升旗典礼而好在县府前广场举行 现在许正会感谢所有花莲第一线服务人员 新来的为乡亲服务,不断的沟通协调为民众做得最好 迎接4月份的全中运活动盛事 欢迎县政府已经做好准备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让运动赛事能够办理圆满成功 下个月就是我们要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日子 而下个礼拜3月9号开始 也即将来自全国的全中运的好手 即将来到花莲来进行我们的资格赛 将近有将近差不多5000人会牢单花莲 无论是软硬网,桌球,乒乓球 都是在这一次的出赛项目里面 下个礼拜我们的十面花莲县政府前的网球场 也即将来迎接我们资格赛的选手 在这里珍贵要非常非常感谢 所有花莲县的我们公务员 或者是在花莲县服务的我们所有的家人 最后现在许春与全体幸福同仁们 充满活力的一同跳起 今年全中运大会舞展现幸福的热情 建议全国相信力领花莲参赛加油 并且享受花莲好山好水好美景的熏陶 而12月份业务达人以及云梦团队 包括农霸处、观光处、卫生局、社会处等单位 现在许春与也以表扬来肯定同仁们的努力 记得终于花莲县报道 不必想尽头